好,谢谢凯尔 谢谢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到 这个数位时代的创业小聚 然后跟大家见面 那刚刚凯尔提到 我是这个原本呢 我应该算是个人的自媒体 就是矽谷每位人期 那相信呢可能有的人可能在杂志上 或者是在书店里面 甚至在网路上面有看到很多我的影片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自我介绍 矽谷每位人期呢 如何呢成为从一个个人的自媒体呢 到一个朝向全球华人 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料理影音平台 那这个是我最新在去年7月成立的 一个美味生活品牌 那我们的目标呢 是朝向成为全球的华人料理影音社群 诶,怎么不会动 超错 好 等一下 首先呢我想呢 在座呢 有没有人平常会煮菜 可是我看好像今天大部分都是男生 有人会煮菜吗 哦,好 那平均呢 你们每天花在做菜上面 大概多久的时间呢 一个小时 有一个小时以内的举手 好,30分钟 15分钟 诶,越来越少 好 就是我认为哦 我其实今天要成立这个品牌 最大的一个用意就是 我希望呢能够缩短大家在厨房的时间 能够增加在餐桌上面的时光 因为呢 唯有呢 我们在餐桌上面才能重新建立人与人的关系 这个是我们品牌的核心价值 那同时呢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目前呢 在社会上面 我们观察到一些现象 那我相信呢 从好多年前 从毒淀粉 毒油 收水油的这个事件 很多很多的食安问题 然后还有呢 这个三高问题 越来越年轻化 越来越多年轻人呢 他有这个高血压 高胆固醇 高血糖 甚至是早年的中风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个社会上面呢 大家越来越喜欢 在家里做菜 你可以自己去过滤你的安心的食材 你可以用比较健康 低卡低油的方式来料理 那所以呢 我在看到说 很多社会上面 很多家庭 很多祖父 很多上班族的需求呢 他们是希望 可以吃到更健康 更安全的食物 但是他们同时也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台湾呢 取得食物太方便了 只要去巷口呢 随便买一个面店 你就可以买到一碗面 可以填饱肚子 但是如果说 你要自己去买菜 然后又要做菜 才要洗碗 所以其实常常呢 你每天煮一顿晚餐 大概都要超过一个小时以上 那其实越来越多 这个单身族哦 他们就觉得 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所以呢 我看到很多的重点就是说 我们如何呢 要缩短厨房的时间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 美味生活这个品牌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好 所以呢 我们的solution就是说 我们是以一个频道 内容的影音为出发点 所以呢 我们在内容的影音呢 我们在facebook 我们开设了非常多的 这个live的节目 我们常常呢 在中午12点的时候 就教大家 如何在办公室 做出免开火的料理 如何呢 在夏天做出非常好喝 外面比如说像这个 会变色的这个茶饮料 好 然后呢 同时呢 我们在youtube 在facebook 在instagram 还有在很多在中国 在美国的这个料理频道上面 也有很多我们的这个 短时间的料理影音 那我们的影音呢 通常都是30秒到2分钟 就我们希望呢 我们的读者 我们的粉丝 能够在2分钟以内 就学会一道菜 当你在搭捷运 在搭公车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学会一道菜 然后晚上只要花5分钟 10分钟 就准备好全家的晚餐 所以我们在social media上面呢 我们刚刚讲到 facebook instagram 这些都有 好 所以呢 目前呢 这个是我们的华人目标的 群众分布图 我们的读者呢 不是只有台湾 我们同时在马来西亚 香港还有就是中国大陆和美国 都有我们的读者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些比较有创意的content 那同时呢 我们也有英语的节目 除了台湾 那也有小朋友的英语的料理节目 好 然后这个是 网络的视频 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之前呢 我们做了一个系列的 O2O的一个活动 我们从虚拟的这个网络呢 走向实体 然后有超过 很多很多的这个 竹腹 还有妇女们 还有女生们呢 加入这次的活动 好 大概有2000位以上 好 好 那也刚刚呢 已经介绍过 我们在social media上面 我们一天呢 大概可以reach到 150万的精准族群哦 那我们同时呢 我们在facebook 在youtube上面 都有很多我们的频道 然后去推广 如何呢 节省时间 然后快速料理的一个影片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 在各个国际平台的 这个策略联盟的伙伴 那从去年开始呢 我本来是从一个人嘛 自媒体 然后后来到我们一个团队 然后到现在呢 我们已经跟 美国的youtube这边 我们直接是他们的 策略联盟伙伴 那同时呢 我们也跟中国的 阿里巴巴集团 之下的优酷土豆网 成立合作新的一个节目 新的这个料理频道 我们要做视频的直播 然后还有独家的料理 然后在中国大陆做推广 那还有呢 我们在中国最大的 这个手机 影音的手机APP 我们也跟他们合作 一些独家的料理内容 还有美国呢 The Taskmate 它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 美食联播 美食联播网 所以呢 其实我们的这内容 我们借由 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可以reach到 更多的族群 好 在这个media networks 那这个在台湾的 我们已经目前 大概超过12个媒体 跟我们合作 那包括像这个 商业周刊 数位时代 还有就是 妈妈宝宝 亲子天下 还有东森 还有雅虎奇摩 有非常多的媒体呢 他们大概一个礼拜呢 都跟我们合作 很多这个料理的推广 那我们认为说 其实呢 在这个视频的 就是video的这一块上面 特别是在Facebook 我觉得是 很多人都说 Facebook目前现在的演算法 让很多的内容 很多的媒体 很多的资讯都出不去 但是呢 Facebook唯独对料理 唯独对影音 然后还有直播这件事情 目前呢 是相对的 你要reach到你的族群 大概是十倍以上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 我们就从这边切入 然后再搭配 我们的策略联盟伙伴 还有我们很多的媒体联盟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在 我们自己的social channel上面 social media channel上面 我们一天大概可以reach到 150万人 可是透过我们的伙伴 我们一支影片平均 应该可以reach到 超过600万人 全世界有超过600万的 这个华人 可以看到这支影片 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一个威力哦 好 所以呢 在business model上面 很多人都说 Kitty 那你就只有做内容吗 就做社群 那你怎么获利呢 我们的获利呢 我们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三角形 那我们希望呢 我们从内容的 这个深度的经营上面 然后我们去reach到 各个频道 各个国家的华人 然后我们利用好的内容 去吸引他们 去深度的 让他们自动自发去 这个分享 然后让很多人看到 所以在社群媒体上面 我们也投注非常多的心力 那同时呢 因为你有内容 你有社群 所以呢 它要导入广告 或者是电子商务 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深度的经营的方式哦 所以我们自己在美威生活的这个品牌里面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电子商务网站 那我们同时我们有广告服务的业务 这个是目前呢 我们的Founder Team 对 然后我自己本身呢 我是在美国念的MBA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公关和行销的专长哦 那还有同时呢 我也是食谱作家 然后也是食物摄影师 所以呢 本身我对食物已经钻研了非常多年 然后在个人的自媒体上面 那当然呢 从大概五年前呢 就已经踏入这个领域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 就是拿过去的很多的经验 然后这样子 一路一路这样慢慢走来 就觉得说 目前现在我是一个非常懂我的读者 的一个创业者 那我先生呢 他现在是 美国三星的R&D的总监 所以呢 他也是对整个UX 就是方面非常的深入的研究 然后还有对影音内容也很 非常广泛的 然后没有怎么讲 很深入的研究 但好紧张哦 好这个是目前我们所有的团队 我们的成员呢 就是有这个从编辑 然后到摄影师 到产品经理 一直到社群的编辑 所以我们的团队 目前大部分都是我们主要的TA 26岁到40岁的女性 所以我们应该说是 全世界最懂这个料理影音的这个团队 然后我们非常懂我们的TA的需求 好谢谢大家